在中国海盐博物馆的展厅内 呈列着这样的一件重器 首先是因为它自身的重量非常的重 有两吨多重 其次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和研究价值 它是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仅存的唯一一件 它的名字就叫做整块盘铁 盘铁分为整块和切块 皆由官府进行管控 为防范撕岩 当时的官府会将整块盘铁 分成几块到十几块不等 分别进行保存 只有等到制岩时才能拼成一块整的 它的直径大约两米 其实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超级大的平底锅 像这样的一块盘铁 它一昼夜可以煎四盘 每盘大约500到600斤 所以它一昼夜的盐产量就可以达到2000多斤 盐城在唐宋时期正是依靠着这样的建盐工具 给国家贡献了大量的税收 也成为两淮地区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 这也是我们盐城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 巨大的盐金型地标建筑 全国独有的整块盘铁 可爱的盐雕纹创 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座国字号海盐博物馆 欢迎您来打卡全国最闲的博物馆 探寻一粒盐的前世今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